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的五大误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.睡前冲个澡 水温太高也会带动体温的增长 抑制大脑混黑激素的分泌 如果洗完立刻上床 会令人难以入睡 不睡 不睡 建议在睡觉前两个小时洗澡 只洗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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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只能在睡前洗澡 只洗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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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议在浴后用湿毛巾冷敷额头五分钟 五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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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板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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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如果没吃早饭 就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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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容易发生晕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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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低血糖性休克 不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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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再加上水温过高 过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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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管扩张 痒 痒 痒 还会出现脑供血不足 足 足 失脱 早起洗澡要安排在早饭后半小时 半小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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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午餐后洗澡 早 早 早 吃饱饭后不宜洗澡 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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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吃完饭以后 痒 痒 大量血液聚集在胃部 背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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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候洗澡 早 早 早 全身血管就会扩张 扩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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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肤和肌肉血流增加 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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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会影响消化 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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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膝盖等角质层后的部位使用搓澡筋即可,澡筋即可,澡筋即可。 洗澡前别忘这件事,尤其是中老年人,再忙也要看看 1.洗澡前喝杯白开水 2.饭后不宜马上洗澡 水2.饭后不宜马上洗澡 水2.饭后不宜马上洗澡 3.剧烈运动后不宜马上洗澡 4.洗完澡不要马上睡觉 请一定要转发认识的中老年人,老年人,老年人 请他们多多注意冲早不小心也有可能出大事,出大事,出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